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明天媽咪跟童彤要去日本 嘶 媽咪好壞 讓我們兩個去杜拜 你們去玩你們的喔 我們去玩我們 快點換二人組 不 耶 如果童彤這次跟媽咪去日本的話 你就跟他平手 因為你小時候有去過日本 童彤還沒出生的時候 不算 不算嗎 這個新來的 這個新來的 新來的 那我帶你去吃好吃的 那我帶你去吃好吃的 你想吃什麼 海底撈 海底撈 好 那媽咪去日本我們去吃海底撈 給他點爆 而且我們要吃限定版的拉麵 一蘭拉麵 媽咪跟童彤去日本完了 那我今天帶姐姐來個小約會 我們來到了是南坎的台帽購物中心 這裡台帽的海底撈 那今天是巧克力跟副分子耶 兩個都是我喜歡吃的耶 還不錯耶 姐姐說要點四個湯 我們點的是豬肚 番茄跟牛油鍋 嗯 比我還會點 好了 好了 我剛好看到外面它有新的東西 要不要點點看 肉麵這個滿好吃的 你要吃嗎我不要吃 那吃完還可以帶回家種 和牛2888 要不要滿膚淺的 我們點了3760 下台 姐姐居然點了他們的滷肉飯耶 好吃嗎 有感覺要什麼醬子 然後我們肉點了 這個是精選這個是特選 然後兩個應該都是陪牛 只是說這個油花比較漂亮 那我把這個加進去 然後這個是100 然後我覺得還提到他們的牛肉小排耶 真的還滿漂亮的 對牛肉加乳肉飯很好吃 這樣加一隻 對 而且它乳肉飯這樣吃難道太早了 對 湯匙挖你這樣吃看起來好痛苦耶 我也覺得很痛苦 這台下肉 我們的吃法就是全下 吃東西上菜 吃東西上菜 你加購 現在有服務人員 合名服務 我不會這樣耶 哇 我們今天點了滿多的喔 滿滿的菜 然後這兩個是新的 和牛華跟肺乳卵 嗯 嗯 好多 這超好吃的 好吃喔 番茄蛋太好吃了 我要再點一個 左邊這個是特選的 右邊這個是牛小排 但是以油脂的比例來說 我覺得兩個是差不多的 吃起來牛小排是有多會更脆感 但是以CP值來講我會選這個 特選 我覺得它吃起來比較滑嫩 畢竟現在這個是特調撈麵 哈哈 五香牛肉加撈麵 這比較像薑條 它撈麵是真的滿好吃的 嗯 媽咪我們在海底撈 好 你等一下幫我收驗證嘛 他說兌換積分那個要驗證嘛 你等一下傳給我 來呢 我現在要來試吃一下新品 和牛華 肉我不喜歡 吃起來沒有什麼牛肉味 反而有一種馬金的感覺 肉羹的那個肉啊 好吃 對不對 簡單的說就是肉羹 配魚卵 這個還不錯 簡單的說它就是花枝碗裡面加魚卵 有口感 今天晨晨為什麼會想要來海底撈吃飯呢 因為媽媽朋友去吃都沒有帶人 媽咪都跟她朋友去都沒有帶人 是吧 所以 今天就想要來吃 因為海底撈大家最熟悉的是它的服務很好 然後它們有表演 還有便利 然後美甲什麼的 因為它服務真的是沒有化身 然後我這邊要稍微講一下為什麼標題會下 海底撈讓我很尷尬 結果老爸那天回來嘛 然後就約了無主動作 約在ATT的海底撈 然後當天呢就有 我是老爸 然後新店菜嘛 然後雙Q 陌生夫妻 羅卡 然後加我們 無主動作者 然後那一天呢 剛好遇到BUBU生日 所以海底撈就非常的貼心的 幫BUBU準備了一個 乍贏失覺的蛋糕 然後上面就插了四張照片 分明是我是老爸頻道 羅卡頻道 然後陌生夫妻的頻道 還有雙Q的頻道 就是沒有我的頻道 但是我順便要先打個預防針就是 其實我出去外面啊 大家有沒有認識我 真的 我真的無所謂 但是那一天那種情況是真的蠻尷尬的 然後Anser就我說 BUBU 那你看那個是誰的照片拿給他 然後BUBU就 拿給老爸 然後給羅卡 然後拿給雙Q 好 所以 有沒有 沒有 大家可能沒有辦法想像 當下的情況會有多尷尬 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比如說今天幼稚園老師說 準備好了 開始囉 在小小的花園裡 挖呀挖呀挖 哇 小朋友 今天表現都非常棒喔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拿到一顆糖果 但是 有一個人沒有 就是 上次老爸沒有 懂了嗎 知道那個尷尬了吧 就是這樣子 好啦我們吃飽了 超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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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 三千八百多 超一十千 還理到四到飽嗎 對啊 超鬼 超飽的 真的超飽 其實台帽我覺得還蠻好逛的耶 因為它蠻大的 然後 它也蠻多大品牌進出 而且它外面還有一個免費的遊樂園 可以讓小朋友玩 本來想說帶姐姐在這邊晃一下 那時候我要寫功課 對 想說可以再幫她買個衣服 等下公開還沒寫完 只能回家囉 好啦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喔 掰掰 下次見 掰掰